小儿麻痹能不能当志工 52岁的黄阿慧说给大家听 因为生病黄阿慧连国小都没有读 靠着自学认识注音符号 从9年前开始进校园 黄阿慧珍惜每次上课时间 从补校学生变成助教 黄阿慧的细腻展现在作品上 吸管黏土还有利用缎带 黄阿慧的创意无限 在补校当志工也会抽空到社区服务 原本只是想要弥补童年缺憾 却意外地让生命更加充实 黄阿慧用行动走出了不一样的人生 大家新闻 高雄报道